Hello 我是你们最爱的摄影博主季老师 那上周答应你们要出嘉能级TX2的测评 现在已经开始在录了 而且你们看到的现在的画面呢 就是它没有加滤镜 没有加美颜的效果 是不是已经很不错了呀 但是它最大的毛病呢 就是对焦的问题 对焦特别慢 而且拍视频的时候 它你看 它不追在我的脸上这个焦点 可能视频录着录着焦点就到后面去了 然后我录一个简单的基本说明给大家吧 先这边是一个开机键 这个是推进和推远 有17倍的一个变焦 固定的变焦镜头 不能换镜头 焦段是8.8到36.8 相当于等效 等效距离是24105 然后这边一个拨盘呢 就是各种模式嘛 但我朋友他们自拍 是用这个SCN的这个模式 可以调节美颜的一些参数 平滑肌肤 亮度 背景的模糊程度 我比较喜欢的模式 除了这个模式 还有这个C档 然后在这个照片风格里面 你可以自己设定一些喜欢的参数 锐度 精细度 灵界值 网合度 还有色调 下一期我还可以给你们出一个 这个GCX2的拍照教程 或者自拍教程 这边是一个闪光灯 但是按了它不会出那个闪光灯 你需要在这个边上 把这个拨下来 再按这边 可以选择 闪光灯打开 然后左边这个呢 是 手动对焦 普通和微距的效果 中这个呢 就是可以设置很多的 一些参数 你们要自拍的话 这边有个定时的功能 可以选择10秒2秒 然后这个旁边呢 有一个WiFi功能 点一下 然后选择你想要连接的手机 点击之后呢 在手机的WiFi界面上 找到这个名字 然后输入你的密码 连接这个相机就行了 可以讲一下我的心路历程 这相机我其实玩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去年去冰岛的时候 跟我同一个房间的那个妹子呢 她用的就是这款相机 当时我们在拍星空 出乎意料 这台相机拍出来效果特别好 第二次呢 就是今年冬天 去一个美妆博主家里玩的时候 有玩了她这台相机 当时我用的是佳能的M6 买的时候 我的想法就是想买一个比较轻便的嘛 因为当时我用的相机 是佳能6D也比较重 比较远的地方玩的时候 就想带一个轻便的 然后主要是出去旅行 重点还是玩 拍摄是次要的嘛 然后我就入了M6 入了两个头 一个是手动头定交的一个大光圈 一个就是14-45 反正就是满足不了我的需求 所以那个相机我也就闲置了 玩了我朋友的这个GCX2 当时感觉也没有太深刻 直到上周 上周我们就是几个小姐妹 去长沙玩的时候 我朋友新买了一台GCX2 她买了之后 就是当一个自拍的玩具 然后我们四个人合照的时候 一开始拿手机自拍 那手机自拍很难把四个人都同框嘛 就是总有人会照顾不到 然后她就拿出这个相机来拍 首先她那个广角 24的焦段 很广 把大家都容纳进去 其次呢她又是1.8的光圈 就能拍出背景虚化 然后皮肤又是白白亮亮的感觉 我也给大家做了一下 GCX2和3的对比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三代可以拍4K的视频格式 感光度可以扩展到25600 你们在买相机的时候呢 真的不要太纠结 有个摄影小分队 他们也想买一个比较轻便的 因为平时出续 我们大家都会带那个Sony Alpha 73 会配上兔龙稳定器 还有各种就显得很笨种 我那些直男朋友 他们自己拍自己 就看不到自己的脸 还有表情 就是很尴尬 小路索尼的什么 Alpha 6400啊 佳能的M50之类的 大家都在纠结 然后我就来一句 我就说你们首先 要明白自己的需求 就像你在逛淘宝 你可能只是想买个上衣 你逛着逛着 逛了一个多小时 逛到最后 你可能都在看别的东西了 结果最后买的 还是你第一眼看中的那个上衣 纠结得越久 最后就越难下决定 然后我的需求就很简单 就是要广角大光圈 然后美颜轻 这个机子才200多克 真的特别轻 我直接拿了这个手绳 拎在手上 戴出去都不会觉得重 好了这期就到这了 现在如果还在纠结 买哪一款相机的话 首先明确自己想要的需求 然后在你的预算范围内 选择一款对你来说 性价比最高的一台相机 千万不要纠结太久 纠结这么久 还不如赶紧买了 开始拍你第一条vlog 对不对 那这一期视频就到这了 下期见 拜拜